许总 想跟他结婚 甚至于想回到哈尔滨发展事业 我不太相信百分之百 都是因为那个朋友 已经把那个房子已经租好了 资金急需你的投入 为什么一定要拉着他 从把广州拉到哈尔滨 你其实心里还要应该 还是有一定其他的原因的 我说白了吧 就是你觉得 你控制不住他 你就是想把他甭管通过什么方式 拉到你的身边 你的家乡 在你的地盘 当然是我做主了 对吗 也许不全对 但是那个意思 他体会到 为什么 他现在沾染上了那些恶习 交的那些朋友 其实就是酒肉朋友而已 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他就要找一些自己的空间 让发泄一些在你这儿根本无法去发泄的事儿 小伙子你拖着他 他比你大 你知道的 他所有的不安真感你也是清楚的 现在唯一能够证明你爱他的 说的美一点是我不能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 其实潜意识当中只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就是你不是最佳的结婚对象 我在等 第二 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达到我自己认为我最辉煌的状态 所以女生你不要掩耳盗铃 你自己明明清楚 在这个生活当中 你们是不是照顾和被照顾的关系 还是真正的伴侣 如果只是照顾和被照顾的关系 你也不要去后悔陪他度过了这些年 那是你心甘情愿 如果他真的不爱你 结婚最后只有你更痛苦 那对于男生来说 如果你内心真的对女生只是一个感激 只是觉得他作为一个好老师 作为一个好朋友 在这些年的生活当中教会了你很多 那就请你跟他不要谈爱情 今天说声谢谢 转生离开 至少还尊重了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但如果你内心觉得 你真的是不能错过与他在一起将来的幸福日子 就不要拖延 该结婚你就结婚 就对 谢谢